张雨奇和元八元的离婚案件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虽然有很多人都非常欣赏张雨奇这样疯疯或感爱感恨的性格 但是在一场失败的婚姻中遭受到的打击其实也只有道士人才明白 加上张雨奇和元八元的龙峰台孩子其实还不满一岁 所以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烦恼想必也不小 张雨奇和元八元协议离婚之后 他已经在准备搬家的事情 这样的速度倒是真的非常让人佩服 之前有人爆料说两人之间离婚的原因是张雨奇发现元八元出轨 但是离婚这样的大事矛盾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促旧的 根据相关人士爆料 其实两人之间的隔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在和元八人结婚两年的时间之后 两人就一直都住在斯南公馆 但是根据门卫透露 只知道住在豪杂中的女性是一位明星 并爆料在平时的生活中张雨奇很少与老公同行 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是不嫌不淡的 而在这之前网上也有收发表示张雨奇和元八元婚姻关系的破灭 是因为发现元八元的好宅并不是自己的买的 但是根据小区物业透露 关于好宅是租的这一件事情 张雨奇其实一直都是知道的 所以这也否认了之前抓住过的谣言 而关于这一住宅的租金更是高达几十万元每月 加上房租的合同也是张雨奇的 所以最后的租房费用高达六百万 物件也表示这一笔钱是张雨奇交的 据媒体爆料着元八元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将近四个亿 而这么多的钱光是利息他都已经换还不上了 但是这些债务有一部分还是在和张雨奇的婚姻内产生的 也就是说如果元八元打算叫真的话 张雨奇也是要偿还不放债务的 虽然说张雨奇不吵钱 但是几个亿的债务也是吓死人了吧 估计这么快速的离婚肯定还是和钱有莫大关系的 另外张雨奇的邻居也爆料了重要的信息 要是其实在张雨奇前往美国生孩子的时候 和老公元八元的关系就已经非常强了 在那个时候张雨奇也知道了老公出轨的事情 还曾经前往公司闹过 这件事情当时在小区里闹的也是人尽皆知 特别是在两人当时发生丁职的时候 也是张雨奇在大声呼救 住在这里的人身份都是非富即贵 所以保安也第一时间前往 并且立即报了警 保安更是表示如果不是及时赶到的话 之后的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其实根据这些信息来看 大概两人之间离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圆八人出轨 虽然说张雨奇风风火火的离婚速度 但很多人都大呼帅气 但是其中的无奈和失望 大概也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 两段婚姻都已离婚收场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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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